經過過多月來和Scorpion那邊溝通了之後 老闆給了我們一件新的零件去測試 這個是一個轉子來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原裝7.5T的轉子來的 後期他再給了一個小一點的直徑給我們 其實磁場是會比較小一點的 因為之前發覺它有一個不給油的時間 它鎖上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做不到飄移的動作 但是其實換了之後它一樣都會有鎖上的 但是鎖上的時間是再給油的時候是比較順一點 因為磁場小了 所以起動的速度的馬達就會快 因為其實飄移不是大油 其實是小油和油 那Scorpion確實這次我們測試 在這次的場地發覺都相當之滿意的 你覺得怎樣呢 換了一個小的轉子前後 你感覺上它鎖上的時候 就應該分別不大 但是就都有分別的 分別在就是說 你輕輕壓迫之後再起動的時候 油順度比舊時的磁場更加人順 還有 起動的時候 磁場就沒有那麼大力 這樣就會 令整個動態都會 會順滑一些 就不會像是一格格 其實最主要是 我們換了轉紙的零件後 扎角度最主要是要跟真車一樣 駕駛駛 但因為上次我們用了Scorpio的馬達 發現它走比較滑的地下 這是Epoxy的地下 有一個好處是 車來的時候駕駛 放了手後駕駛 到某一點後 車手就會駕駛駛 讓駕駛駛駛跟著動態 平時也會做到這個動作 我讓大家看看它的遙控 因為一般車手 正常來說 如果駕駛駛駛駛駛 是要這樣 在窄角度彎之前是放了中位 它是不需要下跌跌的 對不對 它是不需要下跌跌的 你想一下 角度就是 這個位和這個位 時間的配合性 再看一次 給油 鎖住跌跌 不用下跌跌的 平時是要鎖住跌跌的 再給油 這個行程不是變長了嗎 這個不是自動鎖住跌跌 這個不是自動鎖住跌跌 這個是由它自然流暢 讓車輪就會慢慢順道變成手跌跌 對 順道變成手跌跌 它是一放 然後車子還向來 令車鎖住了 車輪會停定了 然後你再給油 那時間 差距就變少了 變成了 令車手有一個很好的時間 去調整時間 如果平時會怎樣 按摩 然後再給油 這個行程會不會長了 那你浪費的時間 相對就會多了 雖然你說這麼少 有沒有很大分別 但當你車和車有距離很少的時候 這個小小的時間 變成一個好處 好 現在我們去試試 好嗎 拍一下那個效果 好嗎 對了 對了 一下 有些是 彩蛋 有些是 好 有些人 並情隨便 更多 手 可以 大聲一點,大聲一點說 你說給油,給油,給油,放棄,沒有給油 煞車子 猛何 아닙章 就對了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